曾经有一些宅男很认真地学习专业手动摄影 当他买了iPhone发现这功能被锁起来了 他拥有了iPhone却无法发挥它的专业 直到有一天五年过去了 这个宅男又买了Sony A74 发现有Slog三条色可以玩 但是每当他拿起iPhone的时候 都发现没有这个功能 而且手上最专业的单眼相机的照片格是JPG 原本到哪里都可以轻松浏览观看 结果买了iPhone之后才发现照片是hack格式 只能在iPhone上面观看 连业界最引以为傲的PS修图软体都打不开 久而久之不管宅男怎么努力赚钱加班买器材 都发现自己的创作不如人家妹子手机创作的 简单、快速、效率、鲜艳色彩 最后他把器材都卖光了 年纪也大了 觉得自己一路努力学习专业反过头来看 确实失去很多 不论自己怎么学 苹果都要把你锁起来 甚至跟专业唱反调 渐渐的找不到自己活在这世上的意义 最后憔悴的无疾而终 学习永远不嫌晚 其实只要再晚几年 你就会发现苹果把你锁起来 让你再也无法自由使用 如果你想使用 就要额外花钱买人家本来就开放的功能 没错 这就是苹果 实际上 这就是苹果 叶子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